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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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救的那个女孩 她真像我死去的妻子 难道这就是缘分吗 是肯定是 是什么呀 阿琪啊 患的是单思病 单思病 真的呀 凭我纵横情场多年的经验 我敢肯定阿琪现在已经坠入情网了 你别瞎扯了 就你那些所谓的经验 说出来让人笑掉大牙 那她为什么患的不是相思病呢 就是 为什么她一定要患单思病 你看 阿琪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在发呆呀 废话 你不是问了也白问吗 你是不是眼花了 她一人坐哪都坐半天了 我没有眼花 你们有没有啊 我当然没有 你眼花了 我也当然没有了 那就是啊 阿琪 她患了相思病 那她现在应该是跟她心爱的人一起烦恼才对呀 说什么都可以 是啊 她也不应该一个人坐在这儿发呆呀 让我们看呢 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但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呀 多说不易 行动最实际 让我去问你阿琪 才能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好 我在这 那我去了 快去 阿琪 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最近是不是常常失眠呀 除了失眠以外 还坐立不安对不对呀 是啊 做事不上心 魂不守舍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有时候 心还会扑通扑通的跳 像马一样的咬对不对呀 宽哥 你怎么着 我是一个过来人嘛 你的心思我现在很明白 其实你我都是一个很感性的人 现在心里老是想一个人 实在很难受啊 宽哥 你过去老说那个情为何物 我想 我想 现在我也懂了 原来 阿琪真的恋爱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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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从京城树植回来 周居劳顿 又要应酬 想必累了 赶快上去休息吧 算了 算了 你下去吧 是 大人 是否京城出了什么事情 让大人担心呢 坐下吧 谢大人 其实说来呢 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朝廷对我们未破的悬案 十分不满 林布特他们也很努力的去查找线索 只是这些案子的线索都断了 所以 这些事情让林布特他们也很为难 这个我很清楚 徒夫 你跟了我这么久 我的脾气你应该了解 我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 大人英明 可是朝廷有这个看法 才叫我左右为难呢 学生明白 对了 我离开这么长时间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 大人回京述职期间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只有几宗人口失踪 和几个偷鸡摸狗的平常案子而已 这件事情呢 叫林布特马上去处理 是 对了 宝之林 有什么情况吗 宝之林 最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至于十三姨妈 和平常一样 除了在宝之林之外 就是经常去爱心护佑安老院那里 好 你去吧 好 学生告退 听冰啊 你跑哪里去了 妈妈好着急的呀 傻丫头 妈不是责怪你 只是担心怕你出事 这些全是卖画得的 不要全留给妈 好吧 以后留着用 这也是卖画正的 你拿着 好好带着它 傻丫头 饭菜都凉了 吃饭吧 我 你 莫 你 我 你 我 你 现在我们开始开会 这次是一个秘密的会议 关系着阿七的终身幸福 你们几个都有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 就知道你没有什么意见 怕什么呀 怕什么呀你就是 我不怕什么 不怕就好 不怕从现在开始 谁先发言呢 就由阿苏先讲 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穷 阿七对一个女孩产生爱慕之意 这是人之常情 废话 能不能说点实际的东西 是 我的意思是说 阿七喜欢上一个女孩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跟刚才一样 说完没有 你们不要老挡的 我还没说完 你们怎么知道我说的是废话 别吵了 别吵了 我错了 我错了 对不起 请你继续说下去 这才像我师妹 说不说呀 好好好 我说我说 我们阿七为人害羞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婉转的方式 避免阿七难为情 废话 你不会自己说 下一个 阿七啊 你到底喜欢的是哪家的姑娘 快说呀 你到底喜欢谁呀 快说呀 哎呀 你就说嘛 我和阿星可以帮你看看她的口风 对呀 你的孩子好说话吗 喂 七哥 你是不是喜欢上集市里那个卖豆腐的阿兰 他 难道是卖花的阿芬 阿七 你不会喜欢卖瓜的翘牙针吧 你怎么会喜欢她呢 阿七 一场兄弟 你不会跟我争翘牙针吧 我会睡觉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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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上师不知道可不得了 就是啊 阿七 告诉我 你心目中的那位姑娘 到底是谁 对对对说说说呀 哎呀快说呀 快说呀 快说嘛 我其实也不知道她是谁 啊 是吧 你都不知道她是谁 那我们怎么帮你找啊 我也正为这是发愁呢 哎 别发愁 现在让我这个情场老手帮你一把 你跟他分手的时候 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啊 哎 哎 哎 有啊 啊 有 他给我写一纸条 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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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转看看 拿转看看 拿了一桶水给泼湿了 啊 是泼的 这又如何是好啊 不要怕 明天我们几个人奋头去找 嗯 凭我们在这里的交情 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他 嗯 明天我们五个人一起去 对啊 好 我们要为阿七师兄的幸福 努力 什么五个人 是我们三个人出去找 你们两个留下看保之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那怎么行 好 保之林是一个讲究民主的地方 那我们就用最公平 最民主的办法来决定 好 赞成 我赞成 好 那我 阿七 阿苏 我们三个人 你们只有两个人 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 阿光此际大 万一要是师父问题了 你们好意 两位师妹 就看着我的面子 帮帮我 阿西啊 为了阿七师哥的幸福 咱俩就同意吧 反正保之林 也不能没人看着 我现在想说不 也不行了 那就对了 哇 师父房间的灯亮了 师父和石三姨终于出门了 我们可以开会吧 快快快 来来来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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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开会开会 赶快开会 现在我们照原定计划进行 我 阿苏 阿七 我们三个出去打听 你们两个留下来看宝芝林 姐姐 我们两个应付师傅 现在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早就准备好了 把那个字条拿出来 快快快 挖掉了 完全看不清楚了 这应该是四个组 上面两个字嘛 看不太清楚了 下面两个字还可以 我觉得最后一个字是灵字 你说 对不对 这第三个字是容字吧 容灵 什么呀 阿七 会不会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那上面两个字是什么 哦 我知道了 哦 我知道了 那女孩是父姓 四个字的 父姓啊 可是 现在父姓这么多 我们知道是哪一个 都 都怪我太笨 不知道她叫什么 也不知道她住哪 哎呀 你别自责了 不是你的错 哎 就是她不对 你不问那女孩叫什么名字 也不问人家住哪啊 哎 对了 这四个字啊 不是那女孩的名字 是那女孩啊 住在哪 这个呢 也不是容灵 是客栈 嘿 你终于没说废话了 嘿嘿嘿嘿嘿 好 那我们现在就分头到各个客栈去找 嗯 相信我们一定会找到的 嗯 我相信 铁棒也可以磨成真的 对 嗯 为了阿七 我们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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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坐下来 请坐 谢谢 王师傅 请坐 王阿姨 先生 要点什么 黄师傅 想吃点什么 自己随便点 啊 请 嗯 飞鸿啊 你喜欢吃鱼柳吗 不如各要一份啊 好 黄师傅 这里的牛排可是非常的出名 来一份五成熟的如何 五成熟 我吃惯十成熟 哈哈哈哈 想不到黄师傅如此胆小啊 哈哈哈哈 背后他不是胆小 他是吃不惯西餐啊 好吧 那随便 牛排一份 五成熟 好的 再来两份鱼柳餐 好的 请慢用 嗯 黄师傅 想不到 你对西方饮食文化 也有相当的研究啊 研究就不敢当 不过玩刀叉 我还略懂一二 对了 渣大人 今天约我来 不是为了玩刀叉吧 是这样 上次金丝猫逃脱的事 实在是失策 听说这个金丝猫 最近又出现了 他大家劫舍 抢人钱财 还杀人放火 哎 金丝猫不是退出江湖了吗 哦 我只是觉得金丝猫 不是这种人 我也同意 金丝猫所做的事 虽不是正当 但我相信 他不是一个 作奸反科的人 他从不伤人 所以我怀疑 另有其人 假冒金丝猫 来作奸反科 我也这么想 对了 这个金丝猫的事情 还有待与查证 不过现在有一个 更重要的事情 想请黄师傅帮忙 如果用得着飞鸿 一定尽力而为 本镇最近出现了 几宗少女失踪的案子 我想请黄师傅的民团 协助调查 一旦发现可疑人物 及时报告衙门 扎大人请放心 我一定吩咐民团 再晚上巡逻 有什么线索 尽快充值扎大人 那就有了黄师傅了 什么人这么可恶啊 连无辜的少女也不放过 对了 十三一 以后你自己上街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有飞鸿在 我什么都不怕 你们长柜的在吗 长柜的不在啊 有什么事 您跟我说一样啊 老板 我想跟您打听一个人 您有没有见到这么高 然后眼睛大大的 脸瘦瘦的一个女孩 你们这有没有住过 一个身高到这 头发到这 大大的女孩 最近没来过 您到前面看看 前面也有点客栈 客官 您慢走 没见过 你到别处看看吧 慢走啊 慢走 我先打听个事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差不多这么高 眼睛大大的 又不会讲话的女孩 来过这里啊 那好吧 谢谢您 可惜 掌柜的 七哥 有什么吩咐啊 我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一个姑娘 刮疼脸 眼睛圆圆的 能不能都说一遍 有这么高 头发不瘦 还有呢 头发这么长 黑黑的 模样很可爱 一笑起来特别找人喜欢 是不是这位姑娘啊 去 掌柜的 你看什么玩笑 秦哥 来 谢谢了 真可怜啊 听听啊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们不要过去了 走 走 哎呀 走 停听啊 这位 这位是 你娘是吗 大娘 大娘 您好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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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这位姑娘吗 嗯 大娘 我叫诗诗 是婷婷的朋友 诗诗姑娘 请问 你知道那对了 妇人哭的伤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们家姑娘不见了 这个月 已经第八个了 这些女孩 真是可怜的 诗诗姑娘 你一定要小心的 谢谢你大娘 我会的 这么可怜 诗诗姑娘 你真的要上哪儿去啊 我去莲花庵 我想为那些失踪的女孩 祈福 诗诗姑娘 你心里真善良啊 婷婷你去吗 哦 我们要办点事 不好意思啊 改天吧 好吗 没关系 那么 我不耽误你们 我走了 诗诗姑娘 慢走啊 嗯 婷婷啊 你从哪儿认识她的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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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劝劝你家闺女 别再跟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来往了 什么不三不四的女人呢 就是刚才那个诗诗啊 不会吧 我看她长得挺漂亮的 说话大方得体 诶 她现在又到安堂里 为失踪的女孩做起伏 心地也蛮好的呀 这就是知人知面 不知心呢 她心里面可脏着呢 你知道吗 我真的看不出来呀 这就是她的道行膏 多少男人死在她的手上 哎呀 你那真早很重要 这种话不能随便讲的呀 她是怡春院最红的姑娘 是头牌 什么 是真的 我骗你做什么 我跟你说这种事 对我又没有好处 婷婷 这是真的吗 婷婷 这是不是真的 岂有此理 你居然跟这种下贱的女子交朋友 你要气死我了 我不要再让我这个娘了 我气死我了 这个孩子 求你这个孩子 你居然敢跟这种不三不四的人来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 你想活活的把我给气死吗 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 你跟这种人来往你 是不是想变成跟她一样的呀 你是不是想跟她一样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啊 我现在就打死你 变得你丢人陷人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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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边去 你不要跟我走 去跟这种人做朋友吧 你心里就没有我这个娘啊 走啊 我顾命啊 生了你这个不要脸的 我不是你娘 我不是你娘 你走 你走 我不是你娘啊 好 这位大娘 你的脚好像受伤了 让我看看吧 这位兄弟 我没钱呢 大娘 不用钱的 让他帮你看吧 这样不好吧 大娘 没事的 让我看看吧 不用了 我没事 大娘 你的脚伤很严重 必须要去保之林让我移植 不用了 我没事 不用了 大娘 如果你的脚伤溃懒的话 以后可能有后遗症 兄弟啊 我知道你好心 但我没有钱呢 大娘 保之林是施衣赠尿的地方 是不用给钱的 真的 大娘您放心吧 黄师傅他既是为怀 我们穷苦人到保之林去看病 都是不用给钱的 对啊 大娘 你看你就是外地来的吧 是啊 怪不得你不知道了 保之林黄飞红师傅 是我们穷人的活菩萨啊 对啊 黄菩萨 那我就跟你们去 来 我扶你啊 小姑娘 我们一起去吧 最近啊 怎么发生那么多少女失踪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黄师傅 前面发生了少女失踪案呢 我们有公务在宣 告辞了 告辞 真是风日下 又受你失踪 又受你失踪 好的 那边 好了 没什么事去抓点药吧 谢谢啊 阿松 师傅 师傅 帮我看一下大娘的脚 阿伟 去扶一下 是师傅 哦 慢一点 放心 大娘没事的 师傅 呃 这个你没事了 去那边拿点药就好了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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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娘啊 哎 哎 你放心吧 我们保质令的医术很高明的 你娘一定会有事的 嗯 呃 哎 姑娘 你什么地方人 哎 哎 呃 我们是不是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吧 啊 哎 哎 哎 你还没看完呢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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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荣 这是师傅叫你给那个女孩的药 好 你 真的是你 嗯 哎 你怎么来保质令了 哎 哎 大娘你忍一下啊 哎 哎 那是你娘吗 嗯 嗯 啊 啊 啊 你放心吧 我們保质令医术很高明 你娘的病肯定没事的 啊 哎 哦 我叫阿七 呃 她们都管我叫鬼角七 你呢 啊 哎 哎 哎 想起来了 哎 这个女孩长得好像以前的七嫂啊 啊 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啊 嗯 对啊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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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明白了 看来你保之灵情圣的位置要让给阿七了 哎 哎 哎 找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咯 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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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太 我叫小姐想让你消火前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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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嗯 阿弥陀佛 施主 凭你是这里的主持 随缘 师太你好 施主热心不失 凭你先行谢过 想于死只是随缘乐住 施太不必挂怀 施主诚心理佛 已实在难得 在主持面前哪敢相提 还望主持不吝刺倒 施主果然有慧根 不如请到后堂说话 成文主持邀请 请 请吧 施主可曾读过心经呢 没有 愿听主持教诲 其实也没什么 只是在你心烦意乱的时候 读一读可以令你尽心罢了 读得多了就能做到 静随心变了 普通人多是心随敬变 这就是我们出家人 和世外人的分别 是吗 是的 我待会叫人送几本经书给你 那谢谢主持了 嗯 主持那是优雅清静 香气袭人 令人有种 恍若出事的感觉 施主过誉了 山野之地漏势解慢 西蒙雅克光临 蓬壁生辉 主持太客气了 诗主平日里都读些什么书呢 小女子学诗浅薄 只读过四书五经 闲时也读一些古诗 诗主的面相不凡 听诗主的谈吐 应该是个知书达理之人 不过 恕我直言 诗主眼里还有俗面呢 主持果然是法眼明亮 只一刻功夫就把小女子看得通透了 哪里哪里 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说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只是要有人点误罢了 一切烦恼都在于心里的俗念 所谓缘起缘面都在一念之间 只要有修行的毅力和决心 一切众生都可以往生西天极乐世界的 只怕我罪孽太深 不能往生了 诗主不能这么说 只要是诚心 哪怕罪孽再深 都可以成佛的 我怕 我怕没这个定理 我总有太多事情抛不开 佛约 人人都有佛性 众生都饮平等的 只怕我悟心太低啊 不要紧 只要诚心 多参佛学 有顿雾的一天 诗主请喝茶 诗太请 救命啊 想跑 打你走 哎呀 哎呀 七哥 掌柜的早 早早早早 七哥呀 你是不是又来找那个 瓜子脸 大大的眼睛 长长的黑发 笑起了好可爱啊 最重要的是 让你心仪的那个姑娘啊 哎呀 不要不好意思嘛 大家都是熟人嘛 我这次可是帮你找了好几个呀 哦 不用不用 谢谢谢谢 哎呀 不要客气嘛 现在我们呢 正好空闲 我们进去聊聊好吗 哦 我还有事 我还有事 改天 改天 耳 哎呀 嗯 七哥 啊 我还有事 我还有事 我还有 sticks 进来聊聊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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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你去卖东西 我帮你背 我帮你出来 念环儿又求必赢 念环儿有求必赢 念环儿小在简单 念环儿有求必赢 念环儿小在简单 念环儿小在简单 一千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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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